数码者,天生父翁命,乃因命理中的诸多因素汇聚而成,此命运之所以如此,与五行八字中的配合密切相关。运势之高,非一朝一夕之功,而是天父之命与后天努力的结合。 欲解其原因,需从命理学中探讨,方能知晓其中的奥妙。 古人云,命由天定,运由人造。 数码之人,天生父翁命,首先在于其八字中的五行配比,能够显现出强大的财富运势。 数码者在八字中,马属火,火生土,土生金。 金主财富,火的旺盛力量促进了土的生成,土再生金,形成了一个财运连绵的良性循环。 此种五行之配合,使得数码者在财富的积累上具有先天的优势。 在命理中,火与金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。 火生土,土又生金,金主财,固而属麻者的八字中,火望而土后,金便自然得到滋养。 火的能量使得属麻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,能够在事业中表现出色,取得显著的成绩。 而土的稳定性,则为金的积累提供了稳固的基础,使得财富能够稳定增长,形成持续的财运。 古语有云,天降之财,地得之源。 属麻者之所以能拥有天生富翁命,还在于其命中的贵人运势。 贵人助力,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帮助,使得财富的积累更加顺利。 在命理中,属麻者通常能够得到贵人的支持,事业上的重要节点,往往有贵人出现,帮助其解决难题,推动事业的发展。 这种贵人运势的加持,使得属麻者能够在财运的道路上更加顺畅,迅速积累财富。 属麻者的命中还常常有较强的财星。 财星在八字中的存在,意味着属麻者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智慧获得丰厚的财富。 财星的力量使得属麻者在投资、理财方面具有较高的天赋,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,获取更多的回报。 尤其是在经济活动中,属麻者的直觉和判断力常常能够帮助其抓住商机,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。 在命理中,属麻者的富贵命运还与其自身的个性特质有关。 属麻者性格开朗,富有进取心和冒险精神,常能在商界和职场中脱颖而出。 这种特质使得属麻者在面对财富的机会时,能够迅速把握并通过不断地努力实现财富的积累。 古语有云,富贵在天,命有己造。 属麻者的天赋与努力结合起来,成就了其天生富翁的命运。 此命运之优势并非仅限于财富的积累,亦包括事业的发展。 属麻者通常能够在事业中取得显著的成功,事业运势如虹。 命运中,活的力量推动了属麻者的职业生涯,使得其能够在各个领域中获得优异的表现。 无论是创业还是职场中,属麻者都能够凭借其出色的能力与财运迅速取得成功。 在个人生活中,属麻者的富翁命运同样显现出积极的影响。 生活中的各种安排与决策往往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。 无论是居住环境的改善,还是生活质量的提升,都因财运的加持而变得更加美好。 属麻者能够在生活中享受较高的物质条件,使得个人幸福感显著提升。 古语有云,天道酬勤,福报自来。 虽说属麻者天生富翁命,但其财富的积累仍需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智慧来实现。 命运的优势,为属麻者提供了良好的起点,但最终的成功还是依赖于个人的奋斗与管理。 合理规划财物,善于抓住机遇,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,方能真正享受到富贵命运带来的幸福。 总之,属麻者之所以注定天生富翁命,源于其八字中的五行配合、贵人运势、财星力量以及个性特质。 命理中的各种因素、共同作用,使得属麻者在财富的道路上显得尤为顺利。 把握这一命运之优势,结合自身的努力与智慧,定能实现更大的成功与幸福。 怨属麻者在天赋的富贵命运中继续奋进,成就更加辉煌的未来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袁勒凡说过,造命者天,立命者我。 命自我立,服自己求。 创造命运的有可能是上天,可把握命运的只能是我们自己。 人,终究要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,去把握自己的往后余生。 这个世界特别复杂,前方的阻碍也特别多,如果我们选择原地踏步,相信我们就肯定不会进步。 唯有白齿干头,方能更进一步。 对此,有些人会说,生活那么艰难,我们还要拼什么呢? 兵法有言,头之王帝而后存,智之死地而后生。 人,终究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,才能激发自己的潜力,然后存活下来。 唯有让自己身处于死地当中,方能有更大的生存空间。 其实,做人不仅要有屹立不倒的坚韧,更要有孟子所说的,虽千万人无往已的勇气。 当你经历过这一切后,相信你就会明白,人老了,身边出现这三个预兆,说明我们的命带有着充足的福气。 周易,有言,君子藏气于身,待时而动。 君子,只有把自己的优势收敛起来,隐藏在无人发现的地方,才能因时而动,在未来的某一刻成就非凡。 只不过,隐忍二字听起来特别简单,可做起来,那就特别困难了。 可以说,这世上有80%以上的人,都对隐忍二字特别厌恶。 有些人觉得,做人隐忍,就是懦弱的表现,要不得。 有些人觉得,我们不表现自己,又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赏识呢? 其实,做人只注重前进,而不注重躲避锋芒,那是特别危险的事。 司马懿跟诸葛亮对阵的时候,他知道自己无论怎么排兵布阵,都无法在正面击败诸葛亮,所以他只能采取缩头乌龟战略,跟诸葛亮耗着。 就是这种策略,让司马懿熬死了诸葛亮,也熬死了自己的老板,最后自己成为了老板。 所以说,一个人,只要他懂得隐忍,那他就是命中待福的人,再差也能走上坡路。 事业和机遇都是要分早晚的。 在二十年前创业,跟你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创业,明显就是不一样的。 有些人才华一般,可就是生得早,碰到了兴盛的市场和诸多机遇,因此他发迹了。 这就是恰好的人生经历,有些人才华横溢,可就是生在了市场饱和,人才拥挤,精英泛滥的年代,那他无论怎么奋斗,结果都还是达不到前者的百分之一。 什么是差距,这就是差距。 人这一生,讲究的不仅是个人的能力,更是那不早不晚的时机。 就像做生意一样,有些人八年前就成为了线上电商,而有些人八年之后才反应过来。 这不就是时机的缺失吗? 以不早不晚的姿态去把握机会,那你就能吃到行业的头碗汤。 反之,我们可能连肉都吃不上,连汤都喝不到。 这,特别现实。 人这一生,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大气晚成,要么大气早成。 现实中,大气早成的人特别多,但大气晚成的人就稍微少了一点。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生活的漩涡中坚持到最后。 在你看来,做人是大气早成比较好呢? 还是大气晚成比较好呢? 如果可以选择,那肯定是大气晚成比较好。 曾世强教授说过,这世间的天才,很难活过四十岁。 或去病,二十三岁就因病去世,王伯,二十七岁就昏归南海,周瑜,三十五岁就结束了完美的一生。 这就是天才的无奈。 白居易说过,大都好物不兼劳,采云一散流离脆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最好的福气应该不是大气早成,不是在年少之时就显示出傲人的才华,而是慢慢地打磨自己,在准备充足之后才成就自我。 大气晚成,看似比别人走慢了几步,可实际上,他的慢,那是以退为进,退一步而进两步的体现。 要知道,历经风雨而不倒,且遇错愈愤的强者,才会命中待福,安稳到老。 人这一生的福气,那是说不准的。 有些人的福气来得比较早,而有些人的福气来得比较晚,这都跟不同人的命运有关。 就像有些能人,四十岁之后才成功,那更是多年以来厚积勃发的体现。 这,又有谁能知道呢? 其实,每个人的人生都会出现两三次机会,只要我们把握住了这两三次的机会,相信我们的未来就不会太差。 只不过,这世上随波逐流的人太多了,反而看不到自己的机会,然后让福气白白地流失了。 对此,我们不妨坚定一个原则,这一生,不卑不亢,树立原则,有自己的主见,默默地等待,方能迎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那一刻。 好了,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,请订阅生肖十二频道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